马英九的邀请,台湾前副领导人连战确定要在11月份将担任特使出席在夏威夷举办的亚太经济合作领袖会议APEC 台湾政治评论员认为,在两岸关系和政治层级的双重考量之下,第四度代表出席的连战是担任特使的最佳人选 带着笑迎向前去,这是2008年连战首度担任APEC特使时,马英九和连战在办公室相捡换的画面 就从第16届会议开始,这已经是连战第四度接下这样的任务 在两岸关系的破冰是2005年的连战开始的 而到目前为止,所有两岸关系的稳定,不管是马政府或者说过去的扁政府的后期,其实都一样 大家都没有公开讲,但是都必须要共同感谢的一个人就是连战 那连战跟胡锦涛所建构出来的两岸的平台,九二国共识 是今天所有的整个台湾海峡的稳定的基础 而是你推的这个人选,在北京跟台北双方来讲 有没有一个共识都是可以认可,都是可以信赖的人物 而连战是目前台面上面几乎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 连战在两岸关系上的角色,让双方都信任也能接受 就在2012台湾大选前,求稳定 连战甚至比先前传出的台湾现任副领导人肖万长更适合 而连战答应马英九的邀请,更有国民党内大佬支持的含义存在 连战就是说,也非常的尊重马英九的这样一个所交付的任务 让大家知道连马之间的关系,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当马英九已经是既定的事实的时候 连战还是会勉为其难的接受这样的安排 同时完全尊重体制,在保护国民党的基础的情况下 下面连战跟马英九之间的关系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不论考虑经验,政治背景或者两岸关系,甚至选举考量 连战的出现,有着最安全的意味 澳雅卫视林奇兵,汪志聪,台北报导